大家好,精酱肉丝很多朋友都喜欢吃,在饭店的点击率也非常高,但是要想做好,也有小技巧。 过年了今天就教大家精酱肉丝的家常做法,酱香浓郁,咸甜适口老少皆宜,下酒又下饭,做法简单,又接地气,您一定能够学会,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 首先准备一块瘦肉,大概200克,最好是选择猪通鸡肉,这个吃的口感好,而且还好切,把表面这层筋膜一定要去掉,要不然会影响口感,这层筋膜也别扔掉。 炖肉的时候放入非常的好吃,接下来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如果感觉不好切的,最好是提前放在冰柜稍微冻一下,这样更好切。 切的时候有个细节要注意,如果肉冻的比较硬,就稍微要切厚一点,因为解冻化开后,肉丝会变得非常细。 如果比较鲜的肉,就稍微要切薄一点,这样切出来的肉丝材不会太粗,切肉丝之前一定要看一下纹路,要顺着纹路切,也就是顺势切。 这样成形好,才不会断裂,切好后装入盆中。 接下来准备姜葱汁用来腌肉用,目的是去新增香和增加肉鲜嫩的口感。 生姜和大葱适量先拍扁,然后再切碎,这样更容易出姜葱的香味,然后倒入清水。 用手稍微抓揉几下,姜葱的香味就能够很好地释放在水中。 把切好的肉丝倒入一个比较大的盆中,放入清水清洗两遍,这样可以去除肉丝里边残留的一些血水和腥气味。 做出来的颜色鲜亮,不会发黑,味道吃着更香,洗干水分后再次放入盆中。 接下来腌制底味,放入适量的盐,半勺胡椒粉,料酒稍微多一点去腥,少许的老抽上色。 再倒入适量的葱姜水,切记不要一次放得太多,最好是分三次放入,用手向一个方向慢慢地搅拌均匀。 搅拌之肉看不见汁水表面稍微起粘,再次倒入葱姜水,继续搅拌均匀。 这个葱姜水的量根据肉的含水量来定,肉的含水量比较少的,葱姜水的量可以稍微多一点,肉的含水量比较多,葱姜水就要少一点。 目的是给肉去腥增香,让肉吸足水分,口感吃起来才鲜嫩,像这样能挤出水就可以了,再倒入一个鸡蛋清增加肉丝鲜嫩的口感。 用手继续向一个方向搅拌均匀,搅拌至起粘后,放入少许的玉米淀粉,抓拌均匀锁住水分,淀粉的量切切不要太多,要不然肉丝的口感吃起来容易偏硬。 抓拌均匀,最后再放入适量的植物油,这样防止炒制的时候粘连。 接下来调制精酱肉丝最关键的酱汁,先拍破然后再剁碎,剁好后装入盆中,放入两勺的甜面酱增加酱香味,一勺的海鲜酱增加肉的回香感,一勺的蚝油增加香味,料酒稍微多一点去腥增香或化酱汁。 10克的生抽提味提鲜,少许的老抽可以使姜汁的颜色更加的黄亮好看。 最后放入小半勺的清水,搅拌均匀即可。 切记不要放淀粉,炒出来的肉丝容易粘在一堆,看着没有食欲。 豆皮两张,放入盆中,倒入开水先浸泡,放入少许的食盐,这样豆皮吃起来筋道不碎,而且还可以去除豆腥味。 接下来准备配菜,不要浅的大葱必不可少,先从中间片开,然后斜刀切成丝,这样切出的葱丝吃着才不会赛牙。 切好后先装入盆中。 黄瓜一节先切成薄片,然后再切成细丝。 主要是增加清香的口味,切好放入盆中。 胡萝卜一节搭配颜色丰富口感和营养,也是先切成薄片,然后再切成细丝,切好放入盆中。 香菜适量切成段,增加香味,这样的搭配让经酱肉丝吃起来口感层次更丰富,营养又美味。 豆皮通过10分钟的浸泡,然后倒出把水分控干,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。 如果不喜欢吃豆皮的,也可以做些面饼或者是烤鸭饼,卷着吃非常的不错,切好后也装入盆中。 食材准备好后,下面开始起锅烹饪。 起锅烧油,油温烧至四成热,滑肉丝的油温。 切记不要太高,保持中火把肉丝倒入锅中,用筷子迅速地搅散,时间不需要太长,要不然肉丝吃着不鲜嫩。 大概15秒钟即可捞出。 不喜欢滑油的,放入少许的油,把肉丝炒熟后,先盛出来也是一样。 锅中留少许的油,再放入5克的香油,这样炒出的酱香味更浓郁,接着放入20克左右的白糖, 保持中小火炒至微黄,炒出焦香味,再倒入提前兑好的酱汁。 这样炒出的精酱肉丝颜色更鲜亮,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焦香味,吃着味道会更香一点。 酱汁的时间稍微要炒长一点,炒至酱汁水分渐少,粘稠鲜亮,然后倒入肉丝翻炒均匀。 如果感觉颜色偏浅的,可以放入少许的老抽翻炒均匀炒出锅气,炒出香味,炒至枝干亮油即可,关火出锅装入盘中。 哇,这颜色看着非常的黄亮,很有食欲,而且将香味扑鼻而来,最后再撒入一些炒熟的白芝麻增加香味。 美味集成这样一道,简单家常酱香浓郁,营养又美味的精酱肉丝就做好了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。 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次再见。